Hello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克西说澳洲 今天这期视频呢,跟大家简单讲一讲 在澳洲买房的隐藏费用 那注意,我要说的是隐藏费用啊 肯定不是说这个买房的尾款啊 还有买房的这个贷款的费用啊 以及买房的印花税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啊 像海外人士申请费阿富阿B 知道的人也不少,我也不想多说了 今天呢,只讲隐藏部分的费用 那首先呢,说到第一个啊 刚才起到了贷款 大家都知道贷款呢,其实是有手续费 或者我们说申请费的 那一般来讲呢,针对本地的这个借贷者 还是说呢,海外的借贷者 他相关的这个费用呢,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是本地的借贷者呢 基本上就是个手续费,五六百块钱 那如果说是海外的借贷者呢 他本身除了一个手续费以外呢 还会有注册费等等 费用呢,会相对高一点 那另外一方面呢,针对所有的买家啊 一般来讲,等房屋交割的时候呢 就会要求把第一季度 或者说呢,是到今年年底的一些 支出的费用呢,先给预付了 这个呢,包括物业费 包括呢,市政费 以及污水处理费 这三大类 那具体的费用呢,就要看什么样的房子了 一般来讲呢,也是要花的小几千块钱 还有呢,就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条 就是土地注册费 在澳洲呢,你不管是买公寓也好 还是买别墅也罢 它都是会产生土地注册费的 这个呢,大家要注意 那说到土地呢,另外自然也就是有这个土地税 一般来讲呢,在交房的当天呢 同样的也需要把未来的土地税给预付 一般是付到年底 因为土地税呢,大部分情况下是一年一交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分季度啊,分期付款 那我之前呢,就有讲过自住房是没有土地税的 那除此之外呢,买房自然还会产生律师费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有一点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 如果说因为你的个人原因啊 你要改变交割的日期 在房东同意的情况下 在卖家同意的情况下呢 你同样是会产生额外的罚金的 这个呢,我们叫做罚息 除了罚息以外 一般来讲呢,卖家的律师啊 因为他要登记所有的信息 日期改了嘛,要做调整 自然的会产生相关的工作量 因此呢,很有可能啊 可以说这个概率高达90% 就是卖家一方的律师呢 因为你调整了交房的日期 也会收一笔额外的律师费 这个金额呢,从两三百到四五百不等 是一次性的费用 那如果说呢,是一些买别墅啊 不管是连派别墅 而是独动别墅的朋友 最好呢,对房屋进行一次检测 那房屋检测这个费用呢 自然也不是卖家掏的啊 因为是买家自愿的 所以呢,如果说你要找专业人士 我们叫做Beauty Inspector 去做房屋检测的话呢 自然也会产生一笔费用 这个费用呢,其实还好从四五百到五六百不等 具体呢,就看这个工作量 如果检测的是公寓 自然就便宜一些 如果检测的是别墅 尤其是面积比较大的别墅 那费用呢,自然就会贵一点 另外呢,房子买好 如果你现在是有自己的住处 相信大部分都有 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 那自然呢,要进行搬家 所以呢,别忘记把搬家的费用也一定算进去 要知道呢,在澳洲啊,这个人工费用呢,是比较贵的 我之前呢,做过一期视频啊 是专门邀请了搬家公司的老板来具体的讲费用 所以在这个视频里呢,就不跟大家多啰嗦了 最后呢,还要说一点 也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 就是你们选择贷款的时候呢 自然可以选择定期利率 或者是活期利率 Flexible Rate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澳洲的这个央行 几乎呢,每个月都在加息啊 今天周二又是一个月的开始 很有可能的又要加息了 那加息呢,就意味着 它的这个利率啊,会不断的提高 所以呢,在购房完以后 你每个月的环贷 也会根据你的利率的变化 发生对应的变化 举个例子,如果你选择是定期利率 你定期了五年,对吧 那OK,在这个五年里面 你就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那你选择如果是两年 两年之后呢,利率就可能会发生调整 那如果呢,像最近一年 刚好呢,遇到了一波加息 那你的环贷成本自然也会增加 其实呢,这个也是买房 未来会产生的隐性成本 而且呢,是很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 好的,那关于澳洲买房的隐性费用呢 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希望呢,对大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如果呢,您在澳洲啊,有一套房 想要了解一下目前的行情如何 欢迎随时和我联系 来做免费的股价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